這團時間 勇敢的代王狼 為什麼要加入我們這個 Hahao 七顏色我覺得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是陰痴的話 像我一樣 這個入門的門檻非常低 像我剛剛說過你只需要一支筆 一張紙和一支麥克風 你就可以開始唱老舌了 你也不需要會彈Keyboard 你也不需要會打鼓 你也不需要會彈吉他貝斯 然後再來你可以把你生活中 所有你爽的 你不爽的 你開心的 你悲傷的東西全部都寫在你的歌裡 然後我覺得這個不只是一個演出類型 音樂類型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 抒發你心情的一個工具 有時候你甚至不需要唱給很多人聽 你只是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好像顯日記一樣 再者如果你有很遠大的報復的話 你可以寫出 你對土地的愛 對社會的關懷 對世界 危機的擔憂等等 那都可以在這個 你的創作裡面 你都可以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你的歌就是好像一個 你的小宇宙 你的世界 然後讓大家聽到的人 來暢流你的世界這樣子 我其實覺得做音樂是最轉控自己的 就是你要寫什麼都是取決於你 然後你要 就好像我都常說 做老舍你需要的只是一支麥克風 一支筆一張紙 你就可以做老舍音樂了 當然我很努力 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我也很感恩 很幸運 就是我每天起床 然後張開眼睛 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跟老舍音樂相關的 那我覺得最真實的我 有時候我的表達可能還不是那麼真實 有時候我的微笑可能是虛假的 跟人的握手可能是不是自願的 可是我在歌詞裡面的創作什麼的 我是真的是完全是 表現出我最裡面最裡面的 那個我的那個狀態的 所以我覺得做音樂 是我最做自己的時候 玩音樂也不能只是玩票性質 我想要幹嘛就幹嘛 我應該要想辦法 可以靠這個支撐我自己的人生 支撐我自己的生活 甚至支撐我的家庭 支撐我身邊的人 諸如此類等等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瞬間 那個是 來 慢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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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一直慢慢蛻變 然後變成今天的這個 現在這個樣子的我這樣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蠻低潮的 那甚至還有一度是要靠家裡接濟 就是我爸一個月這樣 給我五千塊給我吃飯這樣子 那那個二十幾歲的人 然後還要靠家裡接濟 其實是 有時候是 覺得有點丟臉這樣子 但是 還好啦 就是我身邊的人 還有我的家人 其實他們都還蠻支持我 我心裡其實就是說 我一定可以的 我要繼續努力 我要累積更多的作品 我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績 那心境上 你說這轉變 其實我還好 我沒有什麼轉變 我就是知道我可以 我知道現在只是低潮 我沒有要給自己預備什麼後路 就是很多人都會說 欸 盡力就好 但是我不是說 我的感想不是盡力就好 我是說我一定要做到 我不是盡力就好 所以我就是沒有給自己後路 然後一直朝自己的目標前進這樣子 然後你說有沒有遇到很多困難瓶頸 當然也是有啊 像我第一張跟第二張專輯裡面就 這都隔了九年 你中間可能就是 欸 有些唱片公司要幫你了 可是因為後來你的 像我公司說的 因為立場 因為色彩問題 然後大家就是忘而卻步了 突然間 所以後來我就是有一個想法 求人不如求己的 你有一個目標 你想要達到 你一直在那邊等別人 來幫你 等唱片公司來簽你 你不如就自己設好 你的整個schedule 我兩年後要發專輯 好 那我半年之內 我要做好幾首demo 然後我要 九個月我要給多少人聽 看有沒有興趣 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要開始想辦法賺錢 賺到什麼時候 我沒辦法的時候 我要去借錢 如果真的有借到錢的話 我要怎麼 我能拍幾支MV 不能借到錢的話 我能拍幾支MV 諸如此類的把每個細節 每個項目 把你的計畫擬定出來 然後天助自助者嘛 你與其在那邊等別人 這樣幫你 你不如靠自己 那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自己 做製作 自己找關係 自己借錢 找投資者 投資者不投資 還找經濟借錢 等等的這樣的事情 就是靠自己這樣子 一直拚靠自己 這樣 真的是獨立作戰 一個人等於一間唱片公司 這樣拚 就慢慢有點好轉這樣子 如果我那個時候 二十歲就可以投資理財的話 搞不好我現在 也不用那麼辛苦 唱腦筍了 已經可以退休了 我都常常講一句話 那種做歌的 就是蒙寫十年不復 一日不寫變窮了 所以要那麼認真 一直寫歌 一直寫歌 然後只要一天沒寫 只要一個禮拜沒有演出 你就沒有安全感 你就覺得 哇怎麼辦 接下來會不會都沒有演出了 接下來會不會都沒有收入了 所以 希望早一點開始投資 然後早一點開始 讓身上有一些錢 然後 你財富自由 那你自來而然 你就可以更自由自在的 像要寫什麼主題 你不用去玩的市場吃不吃啊 然後你要寫什麼 做什麼曲風 也不用管什麼 現在這個流不流行啊 如果早日財富自由 你做音樂你也會有更多的選擇 絕對是更容易啊 就好像以前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以前發唱片 你一定要有一間大的唱片公司 投入資源 然後他們要幫你買電台廣告 買電視廣告 你的歌才有可能被聽到 現在網路無國界啊 現在就是你只要做出一首 夠全創度夠的Hit Song 丟在網路上 它馬上就是 就是會病毒式這樣子 散播出去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 做音樂的這種門檻 你要做成功相對低很多 因為網路時代 因為網路真的是無國界 甚至不是這種歌手需要唱片公司 是唱片公司需要藝人 他們反而會在網路上搜尋 哇這個可以做 我們來找他 我們來拜託他 而不是那些歌手 來拜託牽我啦 其實現在完全是倒反 網路上都聽得到啊 串流上都聽得到啊 相對的你的傳唱度也更廣啊 大家會找你去表演啊 大家會找你去代言啊 大家會找你做周邊啊 像現在我來這個好好這樣子拍教學啊 那我覺得做老神音樂就是 對我來說一個很大的這個 benefit 就是我可以跟一些真的偶像見面 變成朋友甚至合作 我真的覺得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像我們說達賴老媽 因為我本身是佛教嘛 佛教徒 那達賴老媽是藏傳佛教的這個領袖 然後像我跟NAS 那個美國的老神歌手 我小時候是聽他的音樂長大的 甚至可以說是他影響我 讓我想做嘻哈這種音樂的 最後我也有幸跟他一起合作歌曲 那像我最近在寫一首歌 跟王健民的全盛時期 在楊姬的時期 哇全台灣這樣子為之風靡 那到後來跟他變成好朋友 我真的覺得這些真的都是這個 很意外的收穫 然後也是除了這個演出 做音樂之外的小確幸 我真的覺得是 做音樂是蠻爽的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每個人的學習方法 像我就常常都在家我都很宅 那現在有很多那種線上的課程啊 還是很多住國外的朋友啊 你歌詞寫完就會唸給他們聽嘛 他們就會跟你說 哪邊需要再修正 哪邊需要再調整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啦 就是每一次創作 都是一個自我的探索 以前我也以為我台語很好啊 但是我真的寫台語專輯的時候 我發現靠啊 我怎麼很多字都不會唸 我怎麼很多字都唸錯 怎麼那麼多字被糾正 被很多人嘴被很多人靠北說 啊幹我這個字錯那個字錯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 自我這個探索的過程 你會發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 那發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忽視它 還是你要改變它 你要加強它 那我就覺得 我是選擇我想要加強它 我是選擇那種且戰且走 就一邊打戰 一邊學習 一邊增強自己的 實戰派的啦 就是說 我就是一邊做音樂的時候 我一邊去 像我最近也在學唱歌 因為我覺得 我陰吃不會唱歌 所以我在現在網路真的很方便 我就線上Skype 跟那個台北老師 哈哈裡面陳薇玉老師 我們就這個線上教學 學這個唱歌的這個課程 那我覺得我也是有進步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你在每次的實戰中 你都會發現到自己的不足 那你就去改變它 增強它 讓它不再是你的弱點 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句話也是我的一個 常常拿來提醒自己的 有時候就是隨緣一點 任何事情發生都有它的原因 因果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 在眼前我們看到可能是不好的 可是五年後十年後 搞不好它是 或許當時那是一個失敗 可是它搞不好是你一個前進 努力的動力 五年後十年後 它會帶來好的結果 所以不要只看眼前 要相信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他們不信這些是流行走勢 不信信號會將市場圈統治 像公廷是諷刺 最流行是裸子 把視野當世界極限 最愛依賢 最值虛別就是機器 眼神沒真材實料的衣 對品質在衣 誰解釋虛偽 嘴子你沒想像空房中這一瓶子 誰想要的舊 來這裡誰等值個夠 再和你像短筆的Flow 才可以蟹子有個夠 才和你少的筆的扣 才等你皺到肥子皺 還可惜我就敢做夢 還給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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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你吃